白羊经典研究 仙佛说故事 第十六页 六 食谱与食物 知道为什么为师要说道教一如吗? 好比食谱和食物有没有差别? 你要喂饱一个人 当然不能用食谱去喂饱他 而要用食物去喂饱他 可以说有差 但是你一旦把它分别 你没有研究食谱 就随便的凑合着食物来煮来食用 那根本令人食不下咽 甚至可能产生化学变化而中毒 不是有很多食物中毒的事件发生吗? 所以有差 但是不能分别 食谱和食物要联合在一起运用 食物才有它真正帮助人的功效 而食谱也才真的能够帮助食物 发挥出它正确的效果出来 但喂饱人的是食物不是食谱 这样理解吗? 如此能不能套用进去道鱼教之中呢? 有差但是不能分别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